国内的资深画家刘耿一 创作时间长达50年 北美馆特地为他举办了回顾展 带您一起来欣赏 我自己觉得是很喜欢的一幅画这样子 站在自己的画作旁边 已经73岁的刘耿一 却笑得像小男孩一样腼腆 这幅画名为漆的画像 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子 纤细的肩膀和沉浸的表情 画的就是站在刘耿一身旁的刘夫人 两人间谍情深 从刘耿一的作品中就能亏出端倪 刘耿一的画作以油画和油彩 挥洒出内敛的色泽 除了人像之外 还有不少以大自然为主题的作品 不过其中寓意深远 像是这一幅三个人站在桥上 却各自往不同方向看的作品 看起来像是田园风光 但是刘耿一想呈现的 其实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 一种彷徨无助的感觉 画风成为又反映社会现实 刘耿一说 他的作品其实就是一幕幕的人生风景 透过画作来记录走过的点点滴滴 而除了画画 刘耿一还设计手工家具 他说家就是一切的起点 所以才会想亲手装点布置 手作家具用原色呈现 也呼应了刘耿一画作 沉稳又质朴的风格 记者就在林坚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parce